美国路边摊都有啥 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在一个构架桥下边 这前面是一个皮卡 后边拉着他们的厨房 看起来是一个结俩一起开的店 啊 i don't know what are those can you actually just get me probably three random dishes no we we do the crazy fries there are french fries on the bottom um we have supreme style so we also have um mofogo you know the mofogo is is a poltericain dish uh-huh for are you from puerto rico yes we are oh no wonder i wonder is there a rent for the place or anything like that you need to pay for a purse here do you mind if i ask how much is the permit here very cheap one fifty a month no uh put everything on oh wow wow so it's basically nothing 这个姐姐同意把我手机拿进去拍一拍啊 咱看看他们是怎么做菜的 这拉丁菜的灵魂就是八角了 你看它长得跟香蕉似的 但这玩意是蔬菜 不是水果 而且得做熟了才能吃 一般都是油炸 这大缸子看着可不错呀 他们把那个芭蕉炸熟了之后 捣成泥 你说这看起来和土豆也差不多 哎呀你别说 这么一做还真有食欲 我变不下去了有点 咱一共是点了三样东西 好多都是油炸的 这边还煮了点东西 具体是啥咱就边吃边揭晓吧 这是他们的果汁 也不是什么炸的 这是我的菠菜和香蕉 哦 太棒了 谢谢 这是你吗 是 我和她 哦 那是你和她 你找到艺术人去揭晓吗 是的 在泰国 今天外边实在是太了 我就拍了这么一会儿 我的手都已经冻蒋了 来 咱先尝尝这个小盒里边的 这就是大米饭呢 这里边连块肉都没有啊 就豆子 这块饭就是咸咸的 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香料味 看看第二道 哎呀 这你看看 薯条加上手撕猪肉 再撒上浓郁的肉汁和布法罗拉酱 酸酸甜甜 辣辣的 这个酱确实不错 但这个应该不算拉丁美食吧 这我感觉算美餐呢 这个他说是正宗的波多里格美食 家乡的味道 这不就是脆皮五花肉吗 这还是波多里格美食吗 这东北就有啊 蘸上这个不知名的粉色酱 里边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个酱吃起来比较像千道 我可太好奇 这个酷似土豆的芭蕉到底啥味 啥味没有啊 吃着像玉米饼半把握吧